1289在確診之前呢 也來到健身房停留了一小時 所以這邊有停管公告 案1289到過的健身房 一口氣匡列了一百個 同時間跟他一起在同空間的人 這是這波疫情中 高雄首例本土個案 但回溯染疫途徑 居然發現又是跟 獅子惠前會長有關聯 一波的疫調裡面沒有調查到 那最主要是他父親聲稱 他的小孩都在國外 所以就沒有調查到 原來案1289的父親 就是獅子惠前會長有人案1229 但他起初攻稱 兒女都在國外沒說實話 一開始才沒匡列到女兒 而女兒在5月8號9號兩天 北上返家在新北過節 5月9號高雄反攻後 5月12號案1229爸爸確診 女兒看到新聞先自主隔離 隔天就自費裁檢 就在13號晚間 匡列接觸者被集中一起送到 檢疫旅館隔離 尤其健身房一口氣就匡列百人 高雄出現本土個案 也讓市府召開緊急會議 214位已經完成檢檢 那有31位 另外在其他外界市 這些人都找到 為了這個個案 市府防疫座位升級 人心惶惶 就是案1229一開始 公稱兒女都在國外 沒有講清楚 才讓女兒沒在同時間被通知 回來高雄後到過這麼多地方 後來也是自行察覺有意後 立刻自主隔離 但若一開始 爸爸就能交代清楚 也許就不會讓高雄成為疫情擴散點 到底有沒有涉及隱匿 會不會開罰 相關單位都還要研議 三市民諸委達賴碧香 高雄報導